日前發生在淡水的嚴重火警 一家八口因为神堪失火 夺走四条生命 一家人的背景 现在也已经曝光 全家人原本是靠的爸爸 经营资源回收厂在过生活 那现在失去了经济支柱之外 幸存下来的二十四岁儿子 仅有六岁的智商 经济状况令人相当担忧 家属不发一语 走进馆内认识 二儿子开的资源回收厂 更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 如今二儿子罹难 顿时失去经济支柱 十九日深夜 新北市淡水区移动三层楼公寓 发生火灾 造成住在三楼的陈家四十四伤 火灾发生时 因为神明厅失火阻碍通道 造成三人遭浓烟呛晕 因此罹难 另外一名五十八岁淳女 虽然躲到阳台 但因为呛伤严重 抢救十二个小时后 人宣告不治 二十日下午 幸存的家属陆续抵达板桥殡仪馆认识 三十岁的成姓外孙表示 自己当天回家便早早睡下 没想到突然听到家人的呼叫声 才发现屋内已经浓烟弥漫 看不到路 他与十九岁的表弟 一起跳到窗外 才逃过一劫 据了解 这家人的经济来源 主要是靠二儿子 以及其妻子 他们在附近开设资源回收场 老妈妈跟姐姐 也会修补衣服 补贴家用 如今身为支柱的二儿子 妈妈和姐姐都命丧火枯 资源回收场也挂上纸牌 上面写道 家有丧事休息中 突然失去亲爱的家人 和经济支柱 让人不禁感到鼻酸 好 接下来看到 另外一则社会的消息 也就是苗栗竹南镇 昨天发生了一起死亡的车祸 一步过车行进路口绿灯 直行时 和疑似闯红灯的机车 发生擦撞 外送原机车 其实当场没了生命迹象 送一后还是伤众不治 而肇事的责任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了一起 苗栗竹南镇20日中午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部货车绿灯直行 和疑似闯红灯的机车 发生擦撞 警方初步调查 竹南当时与世相方大 33岁的游信驾驶货车 通过路口时 撞上疑似闯红灯的中信 旅外送原 中旅在路面滑行约10公尺 才停下来 当场失去神明迹象 送一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经酒册双方均无酒驾情势 详细肇事原因 人带进一步调查厘清 台湾呢 接着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被国际称为是 行人地狱 不过呢 现在有网友批评说 根本就是交通地狱 因为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是我行我素 根本就是没有在管别人的感受 像是今天高雄市发生了一起车火 很明显呢 就是这个转弯车 没有礼让执行车 而重机骑士呢 被撞伤之后送一 机车也成为了废田 高雄市三明区 21日一早发生一起车祸 一辆有56岁康信驾驶的轿车左转 与执行的41岁振信男骑士 发生碰撞 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 双方九侧值均为零 振信骑士身体多处擦伤 送一治疗 初步研判 为康信男驾驶转弯车为礼让执行车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厘清 好 最强春雨 昨天大雨狂冠全台 那多处都传出了有一些意外的事件 那苗62线多处摊放 昨天早上接连传出了起落实砸车的意外 而如今车内的画面曝光了 巨大的石块砸破休旅车的挡风玻璃 就连方向盘也被砸掉了 还砸中了60多岁驾驶的左手中指 所信送以后没有答案 落实砸中休旅车 挡风玻璃直接破一个大洞 连方向盘也被砸掉 造成驾驶手部挫伤 苗栗苗62之一线又发生落实砸车意外 而时日上午一辆休旅车被落实砸破车窗 62岁的蔡信驾驶左中指也被砸中 车内惨况也已经曝光 画面中可以看到休旅车的挡风玻璃 破了一个大洞 就连方向盘都被砸掉 副驾驶座上还躺着一块大石头 画面相当惊悚 被砸中之后驾驶还忍痛 开车到一公里远的泰安乡卫生所就医 所信并无大碍 公所也呼吁酒汗大雨之后 山区地址不稳定 新京山区路段需要特别注意 好 转换焦点来看到 前台南市金发局长陈凯玲 涉嫌收贵以及接受性招待 昨天遭到台南地检署的起诉 而警方也查出 他不仅在疫情期间酒店没有营业时 要求厂商招待有女陪室的营业 还发现他花了将近五万块钱 来买情趣娃娃 台南市金发局前局长陈凯玲 在媒体面前说的争议凛然 私底下却接受性招待 还花公堂买情趣娃娃 堪称台南最淫乱的贪官 20日被台南地检署一贪污及洗钱等最嫌起诉 检方指出陈凯玲和厂商说 他有台南多处工业区的规划决策权 他可以利用职权影响德标厂商 将土方工程转包 但实际上他根本无权限干涉 劝人接受厂商贿落 更在疫情期间要求厂商请他喝花酒 甚至要求性招待打五次 完全不怕染疫 结束后再传讯息给厂商表示已完成 并向他们请款 另外检调也查出陈凯玲收费的金流 除了支付买房 装潢费用共计196万之外 还把这些钱拿去happy happy 不仅买了49000多元的情趣娃娃 甚至给了酒店小姐13万元 合计支出约226万元 因此检方一贪污及洗钱等最嫌起诉陈凯玲 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南 有一名爸爸他驾驶了电动的跑跑卡丁车 他的后面还拉着一台烧台的玩具车 他就载着儿子在这个市去爬爬灶 看起来感觉是有点像这个何乐温馨的亲子画面啦 不过网友都觉得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引起了网上的热烈批评 有网友在网络社群po出一段影片 台南家里地区有一名父亲驾驶卡丁车 后面以托拉负载小型玩具车 上面负载一名幼童在家里市区道路行驶 影片po网后有部分网友表示 会不会太危险了 当事人求新民众在脸书社群po文 承认卡丁车是自己家的 因为自己很懒不爱走路 也不放心儿子在路上乱跑 所以喜欢用卡丁车载他到处晃晃 但都避开车多的路 自己没有要炫耀的意思 单纯就是带小孩出门玩 如果这样要被批评不负责任 那由衷建议大家别带小孩出门了 感谢大家的批评与指导 但他仍会在天气好的时候带儿子出门逛街 家里分局交通组组长张永坤指出 如以道安法条之规定 囚信当事人以卡丁车载儿子出游 不是不行 重点是不得行驶道路 否则则属违规会被取缔告发